2021南斗县梅子节因应防疫取消大型活动 改推手作青梅及来去山上煮一餐等多元系列食农教育体验 截至起到5月份分别在心意、水里、仁爱以及国庆等地登场 让大家感受梅子的酸甜滋味 县府农业处长陈瑞庆带领着县农会、细腻香农会、水里香农会 以及仁爱香农会一起制作萃梅 没错 南斗县梅子节又来了 县府希望借由活动创造通路 也推广吃在地食当季的食农概念 用在地的食材其实结合了食农的教育 也是我们在推广梅子养生这样的一个系列活动里面 活动的一个主轴 在今年主题以梅子宁酿的梅 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些活动 不管是在我们心意农会、水里农会 国庆农会以及仁爱农会跟仁爱公所 重要的一些相关资讯 不管是结合了这个萃梅、陈梅或者是梅精、梅醋的等等的这些的制作 希望能够带给所有的消费者满满的一些祝福跟幸福 青梅经过加工之后成为人人喜欢的健康食品 由于疫情的关系 今年梅子节各农会舍弃以往的大型活动 改推精致化的手工DIY食农体验 希望将梅子健康的形象借由餐饮介绍给消费大众 所要的就是说有三个主族 第一个是手作青梅的主族 它的时间大概在3月23号到5月9号这段时间每个礼拜 然后它的活动场是每一场至少要需要20个人以上 而它的报名费用就在250块 可是它的100块可以比管内的消费 在4月2号开始要办没完没了 是由乡公所 原民局还有仁爱荣会一起来启办 那在复兴 在我们的复兴县 就是我们新生富足两个村三个部落 在4月2号的早上在我们的中原国小 要做采梅跟制梅的活动 那三个部落当然有三个社区 也接着采梅跟制梅的活动 那当然也有我们文化表演 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所有的旅客能够去 品尝我们的梅以外 也能够了解我们的文化 是3月27号开始开罗 然后一直到5月1号 那我们除了说 我们接受各地的团体预约的食农教育以外 那我们今年特别在我们的礼物门市 我们礼物门市是去年开幕 那我们今年特别选择在礼物门市前面的广场前 那我们也有接受预约一些食农教育的体验的课程 那内容也相当丰富 除了有梅之的爱玉 手作萃梅之外 还有一些梅之干之类的DIY 还有梅液拓印 这个都是相当于我们结合环保的概念 还有我们结合当季我们梅子产业来做一个一系列的活动 将地方文化结合梅子节一起推广 今年南投梅子节活动因为疫情的关系 将大型活动改为小团体的食农体验 透过了游客DIY的方式 将南投县盛产的梅子做最亮丽的展现 记者张东仁 悉尼乡采访报导 我们今天用的是熏机 然后把